你能想象妻子每天要喝丈夫的洗脚水吗? 毕恭毕敬地洗完脚后 还要对着丈夫的双脚做一番虔诚祷告 而后端起洗脚水一饮而尽 证明自己对丈夫的忠诚 其实这是发生在印度的真实场景 他们被称为印度水妻 在一些偏远贫困又缺水的地区 印度男人是可以实行一夫多妻的制度 但水妻的地位甚至还不如一条宠物狗 他们要负责繁重的家务 每天头顶除水器 徒步十几公里去取水 回到家后就像奴隶一样被正妻使唤 甚至是打骂 今天就来见识一下水妻卑微的生活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常年干旱 每年因为缺水死亡的人群不在手术 为了保证能有足够的饮用水 再加上印度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 水妻这个职业应运而生 但你千万不要以为是温柔似水的妻子 而是每天负责打水的庸人 印度的种族分化很严重 有的人出生就自以为很高贵 有的人出生一辈子都只能过着奴隶的生活 那为什么他们不去做正妻反而要去做水妻呢 因为水妻大多都是丧夫或者离异的单身妈妈 更有的女孩出不起高额嫁妆 便会嫁给高种性男人做水妻 错综复杂的生活环境 唯有依附男人才能好好地保护自己 这才是水妻的根本原因 印度女性的地位本就卑微 但水妻背后的生活更是惨不忍睹 她们就像小说里面的零售 一生都必须听从丈夫和正妻的安排 行事的第一条准则就是忠于丈夫 水妻进门后就会被安排繁重的工作 包揽所有家务 并且工作没有按时完成还会受到正妻的责罚 可水妻的工作却不仅仅是这样 你能想象这就是印度水妻的日常吗 天微微亮 她们就要开始繁重的工作 头上顶着沉重的储水罐 徒步前往几十公里以外或是更远的地方取水 这是距离村落最近的一口井 可惜井底已经干涸 这代表着她们需要前往更远的地方 在印度的干旱地区 有水的地方都挤满了人 取水难度堪比打仗 但取水是水妻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如果没有做好 回去肯定少不了一顿责罚 老八英时的家庭让她取了三个水妻 他们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 清扫肮脏的牲畜棚 收集恶臭的粪便 一切脏活类活都属于水妻的工作范畴 整天做牛做马却还要忍受正妻的随意殴打辱骂 然而水妻并不是所有都地位低下 入门前谁给的嫁妆多 就决定着水妻入门后的家庭地位 甚至化妆都要分清主次 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享受着短暂的美好 凭借着逆天的功夫 三个水妻赢得了老八的好感 空余时间也会帮忙做家务 就是这样一个奇葩的民族 印度却还是全世界离婚率最低的国家 根本原因就是印度的某些地区 离异或者丧偶的单身女性 不得随意进出公共场所 娘家也不会重新接纳她们 为了不成为战阶女 成为水妻是她们唯一的选择 很多人说印度的女性太惨了 根本没有人权 更别提什么权利平衡 庆幸自己生在中国 感谢你的点赞关注和转发